我是淘宝大学 然后非常感谢淘宝的各位来自全部各地的家人们来到淘宝大学 还有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些同事们来到淘宝大学 还有欢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同修一些师兄们来到了会场 今天也是让我们新年接受一个大师洗礼的一个很好的殊胜的一个时间 有一句话说佛法难门大师难求 今天淘宝大学很有幸的请到了佛教界的泰斗祭群法师 祭群法师实际上的话 我到过他的休闲的地方 大家知道他休闲在哪里吗 他现在是在厦门南普头的一个后山上 这个后山上似乎已经住了十几年 那么这个休闲的一个地方是谁住过的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红衣法师 在那里休闲了十几年的地方 现在基群法师大德住在这个地方 我去过那里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面 大家看到有几朵铃子 十朵铃子 以前我去的时候我一直当蘑菇 后来自从有位师兄告诉我那个是铃子 我才比较诧异 那么很有幸我们这次淘宝大学邀请了 让法师 基群法师能够关联淘宝大学 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带上一些佛法的洗礼 带上一些祝福 能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 能够让佛光普照 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共浴一些新年的一些洗礼 好 那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基群法师 基群法师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 随后是福建佛学院 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 多年来一直是教学然后红法 那么在目前来讲 基群法师是禅宗 大家都知道禅宗 禅宗的五宗之一就是维阳宗的第十代传人 现在是苏州西元寺大家都知道吗 青年的古萨 苏州西元寺里边有一个叫什么 戒传佛学研究所 师父是那边的所长 同时是闽南佛学院老研究生的导师 相应来讲 大家多年来 师父教学育人学修并重 那么他在红法的 在教学的同时 红法的足迹并布了很多的地方 有很多的一些高等院校 包括信众群体邀请师父 参加相关的一些红法 他的足迹并布了大江南北 还有港台 还有欧洲跟澳洲 那么这群法师主要是 秉承什么呢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 一个思想理念 然后师父著作有很多 今天师父也给大家带来了 很好的精美的礼品 等一下下午 等一下上会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都会拿到一份 精美的礼品 是什么呢 大家想吃来看吗 有看到过吗 两本书 一本书是什么呢 师父的著作叫 生命的回归 一本书叫什么呢 叫心灵的环保 这两本书相对来讲 可以让自己在心灵烦恼的时候 能够如木春风一样 让春风吹过你的领霞 然后这两本书会送给大家 另外呢 还有什么 师父写的春联 佛光普照 愿佛光普照 带给所有的 各位 善男子 善女人们 能够在一年里边 能够佛光普照 还有一份呢 是静干经 好 那么今天 等一下我们 有请一下 我们的那个 激情法师 然后今天师父的 开始的主题是 人生 佛法与人生 然后里边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学佛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学佛的目的 是干嘛 然后另外一个 学佛的真正的方法 是什么 那么如果方法对了 即使你走慢 那你也会走对 不会走错路 所以说在十字路口 有很多十字路口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选择一个 很正确的 一个十字路口 那么今天 我们就 有请我们的 激情法师 给大家做一个 开示 时间是 今天是一天的时间 早上会到 十一点半 然后师父 也昨天也讲了 可以给大家 有提问的时间 等一下师父 开示完以后 会留一些时间 给大家做提问 好 那么 大家起立 双手合掌 老公园 那个法师 欢迎见 好 我们公园法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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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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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佛法 佛法是心性之学 所谓心性之学 就是关注我们内心的学问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 人的心态不好 根据这个心理学界的调查 说中国的精神病患者达到1亿 重病患者有1600万 由此我们想到了很多人为什么过得不幸福 过得不开心 其实呢 这个有很大的心理因素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 社会上 也频繁地出现了很多恶性的犯罪事件 其实这个跟人的心理健康 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 作为我们的人生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 佛法与人生 作为我们的人生来说 其实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物质 还有一个是精神 也就是心灵的部分 从16世纪以来的 科学文明 基本上 关注的都是物质世界的问题 我们对物质的世界 有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小到量子的世界 大到无尽的太空 科学的发明 给了我们在 物质的生活上 带来极大的便利 但是作为我们人 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 那就是我们的心灵 因为我们受到 唯物论的 这样的一种教育 和影响 多数人的 观念 都比较唯物 比如说在相当一段时期 尤其是在物质比较贫困的时期 我们总以为 我们只要改善了物质条件 我们就能过得幸福 可是幸福以后没有办法用物质来量化呢 随着我们物质条件的改善 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幸福值 可是我们的幸福值 有没有相应的增长 中国目前是一个 在世界上 是一个经济大国 但是据说 中国人的幸福值 在世界的国家里边 是排名123位 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值 并不高 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幸福究竟是什么 幸福 其实它是一种感觉 它不只是物质的 同时也是精神的 从人生幸福的角度来说 其实物质 只是一个辅助的条件 真正关键的因素 还是我们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 没有良好的心态 想要得到幸福 那是非常的难 但是作为我们人来说 我们人 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动物 吃饱了 喝足了 它就会心满意足 它就会有满足感 它就会有快乐感 人 它是有理性的 理性 是人类的光辉 因为有理性 它就会 把它的意外给扩大了 我们会攀比 会比较 所以 我们今天 虽然物质 高度发达 可是呢 我们的意望也在高度发达 物质的发达 远远跟不上人的这种需求 幸福感 其实是一种满足感 如果你的意望太大了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你是远远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意望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物质条件发达的 可是我们幸福感并没有增加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作为我们一个生命来说 其实 我们还会面临着 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人 为什么活着 人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来关注的是生存 家庭 生存 我们到了四五十岁的 我们可能就会对人生 会做一些深层的思考 生命的意义 究竟在哪里 因为 我们所追求的眼前的这一切 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 它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 那么生命究竟有没有永久的意义呢 有没有更大的意义呢 其实 这个是古往今来 很多圣者们 始终是在关注 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人 我们人 在这个 随着我科学的发达 我们人类的视野 越来越开阔 我们发现 人在这个宇宙中 其实是 非常的渺巧 生命 是非常的短暂 我们知道 这个地球 在这个宇宙中 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星球 我们人 我们人 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微尘 作为一个生命来说 生 从何来 死往何去 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父母生下我们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开始 我们几十年之后 将我们在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是不是就代表着 生命的 永久的结束 如果不是结束的话 生命的未来 究竟在哪里 我们生命的归宿 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 我们的死亡 就是我们生命的永久的结束 那么生命的意义又究竟在哪里 这些 都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 古往今来 为什么 会有 宗教 宗教 哲学 科学 就是因为 他们 对这些 面对这些 人生的这些 重大的问题 他们需要去探索 因为如果这些问题 我们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我想我们的生命啊 我们就不可能会活得很踏实 还有每个人 我们每天最关注的 我们每天最关注的就是自己 你自己 每个生命 几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可是 我们有没有想过 究竟什么是代表着你自己 我们面对大千的世界 我们 是用我们自己的认识 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在看世界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的认识 符合不符合 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这就是说 每个人 我们的认识 其实对我们的人生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 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中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着 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 能够会给我们的人生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你们知道关键在哪里吗 关键就在于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决定了 这些问题 它对我们的内心 会产生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的认识 如果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 我们会不断的 我们会每天不断的 给我们自己的人生制造烦恼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天下本无事 庸人治老之 同样面对 这个一场金融风波 面对一种 面对我们现实中的一个变故 我们怎么看 怎么样看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对人生 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认识 因为观念制造心态 你有什么样的观念 你就会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除了观念 除了观念以外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一大堆心理活动组成的 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 这些心理活动 有正面的心理 也有 互面的心理 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充满着 浮躁的社会里 所以每个人啊 都会造就了一个 非常浮躁的内心 焦虑 郁闷 纠结 恐惧 没有安全感 孤独 就是每个生命啊 都是在一种 身不由己中 不能自主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 总是处在一种 被选择中 所谓这个被选择呢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 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其实 这一句话 强调了更多的是一个 环境的因素 同时也忽略了 主观的因素 什么叫主观的因素呢 就是心理因素 我们为什么会被环境左右 为什么会被环境所控制 这个控制的 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的贪着 这种贪着呢 把我们自己啊 跟外界的世界 发生一个捆绑的关系 这种捆绑的关系啊 使得你被那个东西 所控制的 被电脑控制的 被游戏控制的 被各种你喜欢的东西 给控制的 实际上真正控制你的 是你内心的一种喜欢 和贪着的力量 而不是外在的力量 如果把你内心 对外在世界的这种喜欢 和贪着的力量 弃掉了 其实是没有东西 会控制你的 我们 一个人 我们的生命 在 长时间的生活中 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很多心理 形成了很多的情绪 那么这些情绪呢 它都会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 一个人 你想生气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到 马上就不生气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 事实上就意味着 你已经被这种 生气的情绪给控制了 被这种 生气的情绪给选择了 我们的内心 很躁动的时候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想要休息 其实现在的人啊 很辛苦 我说现在的人 可能最普遍的特点 就是累 你要说他不幸福 其实他没有理由 承认自己不幸福 因为每个人的 生活条件都很好 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承认 自己不幸福 但是我们说 每个人都很累 我想这个大家都会承认 承认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确实是 内心 就是很忙乱 就是内心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啊 静不下来 静不下来 我们即便想休息 我们心静不下来 所以我们总要不停地在动荡 所以现在的人几乎可以说 快精到达的 连休息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们只要有一点精神 我们就要不停地在忙碍着 直到筋疲力尽了 我们就睡觉 睡觉了起来之后 我们就要不停地在动着 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停地在忙碍着呢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垃圾太多 我们内心制造了各种 躁动不安的心理的力量 力量太强大 那么这些力量呢 始终在左右着我们 在支配着我们 实在我们静不下来 所以我们的生命 是没有自主能力的 没有自主能力 我们活了很不清醒 不清醒 这个不清醒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不清醒这个概念 就是无名 就像这个环节里边 没有电灯的时候 就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同样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有没有做过观察 做过管理 我们都知道 一个企业要做好 需要有合理的管理 管好了 它才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有没有做过管理呢 我们了解不了解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生命做过了解 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很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教育 根本就是缺乏一种对人自身的这种认识的教育 同时也缺乏对人自身的这种管理的教育 比如做人的标准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标准 所以现在的人越活越没土了 就是因为没有标准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人的内心 所以我们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在培养负面情绪 我们是我们现在的人有一句话叫做跟着感觉走 踩个西瓜蹄滑到哪里刷哪里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有很多的互面情绪 比如说优异症 异梦 环造 纠结 苦梦 恐惧 孤独 焦虑 等等 这些东西呀 其实就像我们身体上的肿瘤 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经常运动 这个体检可能不知不觉地就会长出肿瘤 那么因为这些肿瘤可能就会严重地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它就会在不停地在我们的内心制造负面的情绪 然后这些情绪呢 每一种情绪它都会成长 只要你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人他伤害了你 你内心里边就会生起一种称恨心 那这只是一念的称恨心 只是一个念头一点点 然后可能你会接下来去想 这个人什么时候对我不好 什么时候怎么样 不停地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的这个称恨心就会力量越来越大 最后这个称恨心 它就会在你的内心里边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那如果你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解释 其实这个人他不是有意对待你的 或者说他可能是最近心情不好 你可以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你就不会生气的 你就没有什么了 我们对某一件东西的在书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学法对生命自身的认识和了解 迷失的自己 什么叫迷失的自己呢 就是把自己给丢掉了 所以我们对外在的世界 就会产生一种过分的依赖 人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 人为什么会焦虑 为什么会恐惧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跟我们对外在的世界的 过分的依赖有关系 我们对事业的依赖 我们对感情的依赖 我们对家庭的依赖 这个每一种依赖 一方面他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 但是这种安全感 是不是真正的安全感呢 其实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因为在这种安全感的背后 同时也隐藏着不安全感 比如说我们看到 我们依赖感情 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变故 我们依赖事业 我们看到很多事业的 这种倒闭 或者竞争 也就是说 这种无常的现象 它会让我们的内心 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产生一种恐惧 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竞争力越来越强 天灾人祸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对自己的身体 身体的依赖 同样也会存在这种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们对外在的这个世界 它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感情 它跟我们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需要对它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知道它对我们人生 在这一期生命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要给它 一个恰当的评估 而不是给它过高的评估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会对它产生 一种纯身分的依赖 觉得它就是我的一切 当你对它产生 一种纯身分的依赖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 你的生命的一个整个支撑点 也就是说 你的生命只有这么一根柱子 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感情 都依赖在一件事情上 那也就是你的生命 就是一根柱子 这根柱子如果倒掉了 那你的存在 整个就会崩溃 如果有两根柱子 你倒掉一根 其实还有一根 如果有三根 你倒掉一根 还有两根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是说 大家要去选择很多很多的柱子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我们需要对外 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可以独立的 所有的依赖都是我们自己内心形成的 其实就像过去的社会 比如说很多人 他物质条件很简朴 他对外在的依赖并不多 他一样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就是 当然这并不是说 我们不要去做事件上的事业 不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做 但是我们对他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要有一个超然的心态去做 这样我们就会做得非常的轻松 做得非常的轻松 并且能够做得很好 不会患得患死 所以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这个人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人生的问题 这是需要有智慧的 佛法就是人生的大智慧 他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 作为人生 作为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佛教是心性之邪 对我们人的心性 他解释的特别的透彻了异 我们知道 从18世纪以来 西方的心理学 西方兴起的心理学 那么现在我们国内 也慢慢的开始重视心理学这一块 重视心理学这一块 原因就是因为 确实 现在这个心理学是很有市场 因为很多人都存在心理问题 那西方的心理学呢 他们正在大量的吸烧 佛教的内容 作为心理学的这种理论建设 以及这个心理医生的这种 健康的心理建设 还有把佛法应用在心理学治疗上 西方也有大量的心理学家 到东方来 到南传 藏传 汉传 跟着一些法师 喇嘛 学习 学习佛法 学习常修 西方人把这个佛教的正念的修行 引入到心理学界 作为心理学医生 他的一个 这个信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什么叫正念 正念就是需要在你的内心建立一种强大的正面的心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建立一种强大的正面的心理 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正面的心理 那你的生命就会随着那些各种混乱的情绪左右正面 当你面对混乱的情绪的时候 你靠什么 去对付它 你根本就没有能力 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 一方面因为这种迷惑的关系 会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有很多的烦恼 但是佛法同时也告诉我们 每个人生命的内在都具有觉醒的力量 觉醒 觉悟 清醒 觉悟的本质 释迦牟尼 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一方面 他指出了我们的生命的这种迷惑的状态 迷惑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人生的状态 但同时呢 他也告诉我们 每一个生命都具备有觉悟的本性 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 刚刚成道的时候 他就发出这样一个感叹 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自会得下 就是都有佛性 都具备有成佛的谴质 只因执着 妄想 而不能证得 因为这种无名 执着 烦恼 遮蔽的 遮蔽了我们内心的这种 觉悟的本性 所以就使得我们不能够把这种觉悟的本性 开显出来 所以释迦牟尼 他的这个发现 其实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他的意义是不同形成的 他为我们的这个生命 如何走出这种迷惑的泥潭 走出这个繁老的泥潭 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 为我们找到了一种希望 也就是说 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很多情绪 烦恼 纠结 但是佛教告诉我们没有关系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在 同时也既被有解除这些 迷惑 烦恼 纠结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我们只要通过修行 把这样的一种力量开显出来 我们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一些生命问题 所以佛教呢 叫叫因缘因果 因缘因果 所谓因缘因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 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 有你的想法 你的行为 形成了你的习惯 你的性格 你的人格 你有什么样的心态 你有什么样的性格 你就会有个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人与人是平等 但是人与人也是不平等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生命的起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每个人生命的积累不一样 生命是无尽的积累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长得这么大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观念 是我们这几十年教育形成 那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呢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一张空白 是我们过去生中的一个生命的积累 那我们今天的努力 又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命 所以佛教认为 行为决定人的贵贱 不是说身份决定人的贵贱 不是说你有钱 你是高人一等 也不是说你的官丹的大 高人一等 也不是以血统来决定人的高低 佛教是以人的行为来决定人的高低 比如你的行为是道德的 是高善的 你就会成为一个高善的人 如果你的行为是属于 罪恶的 不善的 那么你的生命就会落落 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低贱的人 所以高与低完全是由我们 每个人自己的行为决定 那么佛教认为呢 就是每个佛教认为 佛陀跟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 佛教把佛陀叫做本师释迦牟尼陀 本师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老师 最根本的老师 最根本的老师就是 因为他开创了佛教 其实佛教我们讲 佛教是一种信仰 以其说佛教是一种信仰 其实还不如说 佛教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佛陀他一生说法四十五年 在这个四十五年的说法的过程中 他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生命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通过禅修 佛教一套修行的方式 如何的帮助我们去改变自己的生命 这个改变自己的生命啊 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 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如何的去摆脱 我们生命中的这种 互面的力量 比如说从佛教来说 我们人有佛性也有魔性 有两个方面 这个像基督教说 人有神性也有少性 我们这个中国的 古代的这些像孟子也讲过 人人皆可以为姚舜 这个 但同时他又讲 人与秦少积极 人跟秦少很接近 我们人可以成为圣贤 也可以成为秦少 为什么呢 这就是说我们 我们的生命的内在呀 它是有两种力量的 它有佛性 从佛教来说 就是有佛性 有魔性 我们开显的佛性 张扬的佛性 我们就成佛 成为一个觉悟的 自在的人 我们彰显的魔性 我们就成魔 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成为一个罪恶的人 或者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就是 那么人的这种改变 佛教它主要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要去了解 我们的生命 这个有哪一些力量组成呢 然后我们如何去 通过禅修 通过修行 如何去解除那些负面的力量 然后我们又如何去开显 我们生命的这种 内在的这种正面的力量 佛教事实上 它要帮助我们做的 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佛教在这个宗教的信仰里边 它是属于一种 比较偏向于智力 以智力为主 当然佛教后来也有什么 净土法门什么之类的 也有一定的塌地的色彩 但总体上佛教是立足于一种智力 所以我们讲佛法 当然哪个人对佛教的理解 可能都不一样 但事实上佛法 它有它最核心的任务 佛教的核心的任务 它就是要引导着我们走向这种 一方面从这种迷惑和烦恼的状态里走出来 然后走向这种生命的觉醒 就是带着一种觉悟 带着一种智慧去生活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性质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佛法 它是博大今生 博大今生 我们自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后 佛教大概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 两千五百多年 目前流行在这个世界的佛教 大概有三个仪器 有我们中国的佛教叫汉传佛教 汉语系的佛教 藏传的佛教呢 叫做藏语系的佛教 叫藏传佛教 还有就是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就是今天流传在这个 缅甸 泰国 苏里兰卡 这一代的佛教叫做南传佛教 那么通常我们也会把整个佛教 分为大秤和小秤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呢 秤 我们知道秤就是车 大秤就是你可以拉着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去 那就叫大秤 小秤就是这个车小汽车 只能坐两三个人的 那么就是作为这个学佛的人 每个人他的这个发心 就是他的这个出发点不一样 有的人呢 学佛修行啊 他只想着自己 自己完成这种生命的觉醒和解脱 那么这种人呢 在佛教里面就叫做小秤 那么还有的人呢 就是说不仅仅是我自己 要从这种生命的这个迷惑中走向觉醒 同时我看到隐隐众生啊 他们被这种无名环绕折磨的痛苦不堪的 那么他就发出这种崇高的愿望 我要不仅仅要走向觉醒 自己走向觉醒 同时我也要带领着一切众生 都能够走出生命的泥潭 迷惑的泥潭 走向生命的觉醒 如果具备这样的一个崇高愿望的发心的人 那么这个就叫做大秤佛教 就叫大秤佛教 那么相对来说 在这个三个乙系的佛教里边 我们目前看到了一下南传佛教呢 通常称为巧秤佛教 汉传和湛传佛教 基本上都称为大秤 大秤佛教 那么每一个乙系的佛教里边 通常又会有很多的宗派 比如说 我们汉传佛教有八个宗派 这个八个宗派就是 这个华言宗 天台宗 为时宗 这个宗观宗 利宗 密宗 禅宗 净土宗 也就是说 每一个宗派 也就是佛法的修行 它有很多的体系 它会根据不同的经论 然后建立一个一个修行体系 我们汉传佛教有很多修行体系 藏传佛教也有很多修行体系 南传佛教也有很多修行体系 那么这个矛盾不矛盾呢 其实不矛盾 所谓条条道路通常安 因为佛法的核心的任务 就是要走向觉醒 生命的觉醒 那么 不同的宗派就是有不同的扫段 达到这个共同的中心 其实就像爬山一样 目标是山顶 但是可能有前山 后山 左边 右边 有很多的不同的路 这种都会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 来这个了解佛法 如果说没有一个老师的引导的话 靠自己学习啊 它会有很难的地方 因为这个佛教的不同的经论 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影系 不同的法门 它也是代表着不同的系统 所以有不少人学佛自己看看书 或者自己啊 这个听听应代 那么这种学习呢 多半就会不得要领 就像冠阶似的 我从这个宗派了解一点东西 那个宗派了解一点东西 那个宗派了解一点东西 最后这些宗派跟宗派之间啊 玄解不到一起去 没有能力去处理 没有能力去组合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们现在也正在形成一套修学的模式 就是针对现代人这个修学的模式 有个三级的修学模式 那么这样呢 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学啊 它就会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这个容易一点 那么作为我们对佛法的修学啊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去了解 就是整个佛法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方法是什么 它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次第 然后呢 它的重点究竟在哪里 有几个方面就是作为我们应该了解的 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 那么学习佛法就会变得很容易 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其实要学好佛法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佛法博大今生啊 佛教的经论有几万俊 不像这个基督教只有一本圣经 佛教的经论真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正确的方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的是 首先要讲到的一个是 学佛的一个态度 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这个态度 就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 我们怎么认识世界 我们怎么认识世界 我们是透过自己的这个认知模式 你是通过你的眼睛在看世界 你是通过你的耳朵在看世界 听世界 然后呢 当你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根据你自己的观念 做出判断 然后呢 你会同时呢 你会用自己的情绪去处理 比如说你看到每一个人 你喜欢的人 跟你不喜欢的人 因为你有这个好物心 所以你对他的判断就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啊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是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 在看世界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总以为 我说这个人讨厌 他一定就是一个讨厌的人 那个人可爱 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可爱的人 其实讨厌跟可爱的关键 不是在那个人 是在你自己的一份好物之心 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这样一个主观的因素 我们就以为 那个人一定就是讨厌的 一定就是可爱的 那么这是因为 我们对自己啊 认识不足的原因 其实佛法的智慧 他要我们 因为我们人自己的认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你看西方哲学 他们早期探索的是本体论 然后到了16世纪以后 他们就开始重视这个认识论 为什么要重视认识呢 因为我们 我们认识 我们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我们的认识 我们有什么样的认识 我们就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那如果我们的认识有问题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能认识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教认为 所以我们少先一个人 我们需要 在这个学习佛法之前 我们少先需要 调整我们自己的认识 这个认识的模式 要改变这个认识的模式 这是我们 这个走进真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否则的话 我们永远都会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 其实佛法要我们做的就是 把我们这个有色的眼镜上面的颜色把它擦掉